报料说前总统陈水扁收受了舰伤数十亿还炮打陈志忠 之后他上网发文道歉了 不过陈水扁民间医疗团的发言人陈昭兹也在脸书上po文 说陈前总统不接受徐家庆的道歉 认为这是大街骂人小巷道歉的做法 徐家庆在美国的一番言论引发轩然大波 不但自动请辞民进党内发言人 当事人至今仍然耿耿于怀 似乎完全不谅解 陈水扁民间医疗团队发言人陈昭兹 深夜在脸书回应 陈总统不接受徐家庆的道歉 认为这是大街骂人小巷道歉的做法 绿营立委也几乎一面倒 认为徐家庆还是得自己亲自上火线 说清楚讲明白 陈昭兹特别声明陈水扁不会用脸书也不接受道歉 绿阵营如今的担忧是 在意的透过脸书声明 该道歉的又不肯出来面对 再这样继续下去 恐怕只会伤害了民进党2016的总统选情 记者潘建人李婉婷